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第四個單元裡面,你們可以看到在這邊有一個 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有同學說,老師我想要把,因為有同學經常 會有買大樂透的習慣,所以他很想說,我如果想要抓大樂透歷史資料的話 我想要拿來做統計分析,這個地方該怎麼做,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難度又比那個剛剛樂透才還要更加複雜非常多 那這裡的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我要如何把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把它擷取到我的Excel裡面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一點的方法 所以這裡的話呢,跟各位講,這個地方第一個啦,我Google 在Google找一下就是 大樂透歷史資料,我發現有一個網站不錯 所以我在那個 大樂透歷史資料 這個單元裡面 我有 在這個第2行的地方呢,有放了一個連結,這個連結的話叫樂透雲 OK,那這個樂透雲的話呢,他的規則很簡單 基本上他就把 大樂透的歷年來的中獎號碼全部都把它 放在他的網站上面 可是呢,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呢,他這個放的方式 他是怎麼放呢?他是 最新的放在前面 也就是每個禮拜二、禮拜五開獎嘛 那所以是 上個禮拜五的那個開獎號碼 總共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他基本上 一頁的話呢,大概就放 放到 就是放一部分,我不知道他有 幾期啦 不過呢,他不是 全部放在一頁 他是把它分成65頁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用人工的方式,圖卡鏈鋼 把資料下載到我們 假設我希望 把剛剛的資料再另外開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工作表的話也許叫大樂透 OK 大樂透 然後呢,如果我今天希望,第一個需求 我希望呢,把 大樂透歷年來的所有資料 通通幫我把它怎麼樣 放到 這個 Excel裡面的話,那該怎麼做 當然以前的做法,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就什麼,Ctrl C Ctrl V 有沒有,第一步先什麼 選取這個範圍 然後選完之後的話 Ctrl C,Ctrl V 那可是問題來了,這其實很麻煩 很浪費時間 而且如果將來 你又有新的號碼更新的話 你又不是 你可能又要重來一次又浪費一個時間 而且這裡總共有65頁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這些資料抓下來 那這邊我提供給各位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相對會 快很多啦 那只是說呢,這個地方會牽涉到有關那個網路爬蟲的 相關的 知識啦 所以呢,可能最好如果你要 把那個網路爬蟲部分學好 建議 至少你要會有一些 基礎,哪些基礎 有關網頁的相關語言基礎 裡面的話可能包含就是HTML跟CSS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基礎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那個 這兩個連結 這個電子書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HTML的基礎 那HTML其實 就是 他的概念很簡單,就是一個標籤的概念 這個前面的話是一個標籤的開頭 標籤的結尾 他的頭跟尾 那中間就是他放資料的地方,content 那一整個的話就是element 就是他一個 一個叫什麼 一個元素 那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屬性啦 等等的,裡面有放一些屬性 那有很多的標籤啦 那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我是建議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為什麼需要了解這些 主要是因為 這個資料是在網頁上面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 樂透彩這個網站 這個網頁你按右鍵 右鍵的話裡面會有一個 所謂的檢視 網頁原始 那其實他背後就長這樣啦 這麼多 不過我看很多人應該看到這個頭會暈啦 所以我就想算 你就不用 你不用知道那麼多 反正你至少知道 他背後是HTML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大概講一下 如何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有個範本 你們其實可以利用這個範本 在第幾頁呢 第四頁的地方 OK,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大樂透下載 那跟各位講一個 這個範本的一些相關規則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先找到樂透雲 那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個固定的規則 什麼規則 你點第一頁 你會發現喔 他的網址 這上面的網址 裡面有一個參數叫indage page等於1 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網址裡面呢 會改變的 比如說你點第一頁呢 他這邊會是1 那當你點第二頁當然顧名是 這邊變2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頁你根本不用點 第三頁你這邊輸入3Enter 其實也可以他會跳到第三頁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所有資料抓下來的話 其實可以跑個回圈啊 比如I等於1到65 然後把那個1到65那個I有沒有 把它改這個 名稱 其實 他就會把 所有的網頁通通下載下來了 OK,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先試一下 比如這一段 請各位待會 把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這邊 這個網址C 然後呢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你們的那個程式的最下方 這個模組 或者你另外再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也可以啦 這個反正這個放一起或者分開都沒關係 那我另外再開一個好了 那這個程式呢 我如果今天假設 我先下載Indent 被等於1 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第一頁就下載下來了 那如果你要第二頁的話呢 執行 第2頁 可是第2頁跑哪裏去的 跟各位講一下 他其實是這樣子 他如果說呢 你本來已經有1頁了 他就會把 這個第2頁有沒有 這個是第1頁有沒有 他就把第1頁往右邊 推過去 所以喔 如果你在 在 下載一個 比如說我要下載第3頁 這邊改成3 那你再執行 他又會怎麼樣 把原來的第1頁又再推過去了 所以這邊1在這裡 2在這裡 那3的話呢就在這裡 那不對啊 如果一直往第65頁的話 那豈不是1都已經一直推到最右邊去 那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是 1應該是在這裡啦 然後呢 2的話就在下面 3的話繼續放 4一直往下的才對嗎 可是呢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讓他一直往下放 這個的話可能會需要有一個追蹤的概念 就是Ctrl向下 讓他移到最下面 然後跟他講說喔我Ctrl向下在91 所以你把他加1你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然後呢 下載一個再繼續往下放 這樣的話呢他就一直一直一直讓他 這個 後面的網頁就會通通下載了 所以呢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 就是在那個 這個樂透雲的部分 待會我們再來說明一下 如何 這一次呢就可以把那個 1到65頁的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OK